《圣周五》 主位观众朋友 今天是圣周五 我想资深的教友 常常进教堂的教友都知道 今天是教会里面非常浓重的一个节日 耶稣受苦受难的日子 传统的是要在这一天守大灾守小灾 让我们用节食用节制的行动 表达对苦难的受苦受难 死亡的耶稣的哀悼跟追念 然后也学习祂的榜样 今天的礼仪包括好几个部分 平常都在下午三点钟 以我们教会的传统很清楚 下午三点多是耶稣定在十字架上死亡的日子 他被抓 被比拉多判刑 判刑的是莫名其妙的判刑 所谓莫名其妙 他自己明明查不出什么罪状 可是被观众们对当时的群众给鼓动 不敢做决定把耶稣释放 结果反而说当时是不是 还有别的人可以释放 每到这个日子 月节的日子 我可以给你们放一个人 结果群众们鼓动 要耶稣死 结果他们 他放了一个强盗 没有放掉耶稣 是不负责任的审判当中 让耶稣背上十字架 走向死亡 下午三点钟 是我们的纪念的所有的礼仪 前面有整个苦难史的阅读 读经 后面有整个苦难史的回忆 透过那个回忆 我自己觉得 常常愿意跟基督徒教友们讲 今天包括这圣州的日子 都希望你有机会参加教会的礼仪 到你附近的教堂 参加下午三点的礼仪 第三个部分是大祈祷 这些大祈祷的经文也是非常的美 表达教会对整个世界的关心 比如说我这边看到的是 为整个的教会 教会当中的教宗 所有的神职人员 为那些还没有灵洗的 希望灵洗的教友 让他们经验到他自己生命当中的苦难 经验到人类的苦难 然后经验到耶稣基督 透过这些苦难 包括他自己生命当中的苦难 带我们走向复活 刚才我说了 尤其走过那个不负责任的审判 走过那个群众鼓动 自己不知道该自己怎么做决定的环境 除了这个大祈祷之外 刚才我就为基督徒的合一祈祷 以色列的传统的历史 也特别为犹太人的祈祷 整个的大祈祷 为那些不相信天主的人祈祷 特别整个的教会 也关心每个基督徒生活的地方的政府 要为政府官员祈祷 大祈祷之后一个很重要的礼仪 就是把那个包了布的 耶稣受了委屈 耶稣死亡 被遮盖 受到羞辱的一个十字架 象征的十字架 慢慢地揭开 叫做朝拜十字圣架 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谦卑地 走到十字架的面前 跪下来 亲十字架 表达 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 十字架的救恩奥及 带给我们生命的体验 有一次我看到 有一个很有名的人权斗士 叫做曼德拉 曼德拉是南非的总统 做了一任 他是一个黑人 他被关27年 有的时候我们想到 很多的独裁的政府 为了开始的时候 进到一个国土里面 进到一个环境里面 表示他的权威 镇压那些反对的异己分子 都有类似的伤痕 曼德拉是这样子 被关了27年 他离开的时候 讲了一个很有名的 一句话说 我是我自己灵魂的主人 我是我自己生命的主人 他原谅 我们想到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一样 他求天父原谅 那些迫害他的人 他说因为他们不知道做什么 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什么 这个曼德拉一样 他说那些澳洲 南非的那些军人们 士兵们 迫害他的所有的人 Kennan叫他做苦工的人 他原谅他们 宽恕他们 因为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角色上 他必须扮演某些角色跟行为 是他自己要对他自己负责 包括我说那些暴虐的君王 他们要对自己所做的各种的虐待人 杀害人的行为负责 曼德拉说 我原谅他们 不是他们的错 是整个的命运的上天的安排 他这个宽恕的行动 跟耶稣基督十字架上一样的行动 我们朝拜十字架上的行动 一样反映了天父对人无限的爱 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 有可能的原谅别人 原谅别人的错误 给别人犯错的机会 宽恕的爱 所以生命当中 耶稣的受苦受难 本来是查不出罪状的一个情况 因为主办的人没有责任 不敢下决心 所以定了十字架 这些事情 耶稣基督完全地接纳跟原谅 而且主动地自己去面对 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这种情况 刚才我说了 你被委屈 被挫折 失败 被别人误会 各式各样的身体的苦 加在一起的时候 你想一想 有的时候 你要了解是天主的安排 天主允许发生的 求天主在这个允许发生的事情上 带你经过苦难 走向成长 走向成熟 走向能够接受天主的旨意 体会到天主无限宽恕的爱 未经过练ogo 未经过 未经过 感谢观看